对 可你偏偏就没有大闹一场 你是我的军事 我呀 人心还以为 你弄不过那几个不解厂 现在看来 我多操心 你怎么却可以出师了 不如啊 小郑将军家里 国舅家里的 还有顾将军家里的 你们把他们领去吧 这可使不得啊 太后他娘娘 您身边的都是金贵的人 自要好好寻门亲事 怎么能说我们收留不收留呢 这也太无名无妨了 有什么金贵不金贵的呀 都是宫里边的势必 我只是想着 给他们找个好主女 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些 还有 我宫里边还有好些个 要打发的男朋友 他们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我总得安排好 他们的后办事 这娘子 听说顾将军的院子还空着呢 不如你多领走几个吧 好好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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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累了 该歇着去啦 你这么一个劲地笑 我是不是说得荒谬可笑啊 不是的 大娘娘 妾身是想着 真是太巧了 妾身家里也有好几桩婚事要办呢 叶老公公这阵子怕上王国来了 是吗 那你们家 要办什么婚事啊 欺禀大娘娘 前阵子我家官人对我说 应北疆要屯兵 为稳定军心 最好能让士兵们都带着家去 可是军中有好多青年兵将 都还没成亲呢 就求到他跟前来了 我家官人说 让我在家中寻些代价病 让两边互相相看一场 若是看中了 你请我愿 便能立刻成家立室 妾身是觉得 妾身官人能和大娘娘 想到一块儿去 真是太巧了 二哥哥真是想了个好点子 放肆 休要不愿 太后身边的贴身士兵 怎么能屈就嫁给一介君汉 是啊 他们都是宫里教养的 恐怕 受了边疆 风沙之苦 想来 军中还有好多青年将校 回头郎君挣个功名回来 受不得太后身边 还能再多几个高明夫人呢 一切身余剑 倒好过给人做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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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之前先帝驾崩 宫里本来是要放些人去的 正好如今碰上这样的机缘 与其让他们每个着落 还不如就这么办了 岂不是两全其美 大娘娘您一下如何 你都把先帝搬出来了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爸 这事就这么着吧 这事儿是盛娘子的主意 就交给她办吧 你怎么来了呢 你怎么来了呢 我听说太后把你叫走了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你还记得叛乱的时候 你宫里认识那个小太监 记得啊清云吗 我今天保举她做了个管事 是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我 我好像给你惹麻烦了 你这怎么是找麻烦呢 你这是给我争脸了 我只怕坏了大娘娘的事 大娘娘会恨你 是你坏了大娘娘的事 大娘娘为啥恨我的 咱们夫妇一体 我这样不懂事儿 那还不是你教的 这儿呢 你终于 终于长大了 知道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冲着你这句话呀 就算太后找我麻烦 我也认了 本就是你的事儿 我只不过是大娘娘烧带上的 你刚刚不还说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夫妻一体吧 你说大娘娘这是何苦呢 当初一场宫变 若不是官家父子 闯入皇城秦王救驾 这后果不堪设想 这好不容易风平浪静 又折腾什么呢 风平浪静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 先帝施政是以仁后为主 太后自然希望官家效仿先帝 照着先帝的路这么走下去 可官家呢 果敢刚毅 执意要改革 太后自然不原 果敢刚毅 是那位皇王殿下的意思吗 还王王心存大致 他早就看出朝纲击毙升中 不改不下 你别说别的 就说军队这一块 我执掌进军没多久 就看出了一大堆的毛病 吃空想 偷军粮 占用明田 器械库大半都是空空的 拿军饷去放高丽 林林总总害人听门 更不要说其他衙门磋所民餐 沈国就娶了英国公之女 偷有那王妻之妹为妾 夫妻不目 你我新婚 还是想加个人进来 想让我也同你 大闹一场 可你偏偏就没有大闹一场 结了她的人 断了她的话 还是那句话 你是我的军事 走 走 咱去凡楼吃酒去 吃什么酒啊 又吃酒 还有几个美娇娘在偏院呢 还有好多事要做 如今 我们上位贤过夫吃酒 只怕今后就没了 走 近日便去 陛下与太后争权 不许冰的事就是钱的日 想必定是一场恶战 黄黄夫子与我有恩 只怕今后 咱们家没什么太平日子过 不许农的事 是有红增吗 那是为了稳定的冯冈 不仅天下归心 此海清平 太后却不肯退下 连玉玺都不能叫着 刚才在文德殿上 我看陛下那个影子 我都不忍相看 请神容易 送神难啊 这前日里我们刚定下 清除溺亡于党 这今日里太后就把 七魂给搬出来了 这可见 满满来了 眼下把玉玺要回来 才是正经的事 有着玉玺就失出了名了 我又何尝不知啊 韩大相公 英国公 文武 诸臣 都出面明帝案 你这要过多少次了 可太后呢 全部都挡过来了 咱总不能去抢 自然不能硬抢 对 你只抢 你只抢 昨日有人跟我说 四房五房两个兄弟被抓了 说他们勾结溺亡 那部下的人也抓 听说 这次负责清查了叛贼的人 是袁若 我你看还笑呢 袁若这个人我最是清楚 他为人清高自傲 绝对不会因为报私仇 而去诬陷别人 他做不出来 是 那会牵连你吗 你是不是傻 我是射杀逆亡的人 怎么会牵连到我呢 是 我怕什么呢 你可得小心着呢 四房五房那几个 没准备来烦你 烦我 我 他们不是应该找你求情吗 求情 找我求情 我才不去求情呢 这种妇逆的事我怎么求啊 我说了也没有 那顾家的人肯定会说你 无情无义 我早已是一声骂你 也不在意多此一笑 我说你可得小心点啊 四房五房那几个女眷 可不像是男人 我可以抽身而去 你小心他们的水磨的功夫啊 会磨死你 缠死你 我就问你一句 这事你要不要管 那几个泼彩 你要说他们攀附权贵 我行 若说他们勾结匿望 给他们一百个胆 他们都不敢 那我就心里有数了 那齐恒 把顾家 像鸡窝狗洞一样搜刮一番 把你唐兄弟们 像江阳大盗 行典种饭一样拖了出去 他这般仨业 你究竟管不管 仨业 齐恒来我们家问话 是禀了上议的 朝中负责受理此案的大相公 也是皇上清点的 你们敢在这里 污蔑皇上的骨功 再说吧 自到皇上下旨彻查此事后 但凡受牵连的 都被叫去问话 凭什么别人家的 可以被叫去问话 咱们家的就不能呢 那 那即便是如此 你如今在狱前也有体面 咱们顾家有难 你就不能实实劲 在官家面前 美言句句说说情 难不成 就这么让人看 咱们顾家笑话 是啊 说说情 你们以为 那两个孽障 是被冤枉的 什么意思啊 我父 在军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树鞭石鱼仔 提拔过的部下 大多都成了气 这些人可有参与谋逆啊 我们顾家的人 有没有招揽过他们 如果有 便是谋逆之罪 这一天 这我们二维的为人 你还不清楚 我们是断然不会让顾家的后代 做这种事的 就是啊 四叔五叔别说大话了 平日你们管你们的儿子 我的那两个堂兄弟 听你们的话 他们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只怕十件 你们只知道一件吗 你 你 你胡说什么 我们的儿子虽不成器 也断不会做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啊 对啊 赵棋 如今同管赵裕的是刘正洁 我在军中大仗中脱不开身 曾经烧人去问信 人家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告诉我一个消息 廷邸与廷 帮逆王收买了好几批江南女子 这些个女子 大都送往朝中大臣和将军的府中 以做拉拢收买 前一些日子 逆王府中查出了账册里面 记得一清二楚 这还能抵赖吗 这是胡说八道 你这是分明着胡说八道嘛 不可能 是啊 不可能 这谋逆之罪啊 即便是到桓王那儿 也是无能为力啊 不过你们放心 他们两个所犯的 也不是什么重罪 只是受一些罚而已 掉不了脑袋 掉不了脑袋 这都是骨肉兄弟啊 这都是骨肉兄弟啊 你就不能帮扶帮扶 拉他们一把 这罪名要是坐迟了 说不定 咱顾家的爵位 恐怕也不保啊 这顾家倒了与你有何好处 你也是顾家子孙吗 顾家子孙 你们当年同大娘子 忒着心肝来污蔑我 不让我见我父亲最后一面 你们当我是顾家子孙了吗 我一人在外颠沛流离 居屋定索 你们当我是顾家子孙了吗 现在你们觉得 我是顾家子孙了 这这这行了 这说停炳停敌的事 你扯那些沉芝麻烂骨子 干吗 我 我看你就不想管 行了 这两个孽障自己做的孽障 他们自己受 我们不求你 你 这本本就不想管了 四书五书走好不送 叶哥 叶哥 沈参嫂嫂能放心 我家官人说了 人也不是什么大罪 你说得轻巧 那刑部的大佬 好好的人进去 都要扒一层皮的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四书身憋直 想必行部的人 看在我家二爷的面子上 也不会为难二位兄长 谁说不会为难呢 抓人那天都是 我挂大绑绑走的 谁看他不听叶的面子了 再说了 这家兄弟叔 我们都要急得抹脖子了 竟然还那么不贤不淡的 你这心肠是什么做的 外头的事 我一副人 远也插不上手 若是我家官人 有别的顾虑 或者考量 难道我还要硬逼他不成 或许二嫂嫂有对胆气 但我这刚进门不久 膝下游空 只能谨慎本分为人 绝不敢越雷迟半步 往二嫂嫂见谅 怎么说话的 一点没规矩 敏蓝啊 咱们都是自家人 有什么话 咱坐下慢慢说 来 来来来 坐下慢慢说 我就是着急啊 你说这怎么办呢 我说敏蓝啊 这话虽如此 但你也应该回去劝劝野哥 你说顾家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族人获罪 这 终归对她也不是什么好事 是啊 这些话我都劝过了 可我家乖人那脾气 婶婶们一定比我还要清楚吧 她若是拿进那主意 谁也别想更改 她若是不想说的话 谁也休想从她嘴里 能抠出半个字来 那我若硬 强逼 回头把我修了 难道四婶婶和五婶婶 养我一辈子不成吗 可你方才说 夜更或许 还有别的顾虑考量 这总可以回去 问问清楚吧 好歹 让咱两家的儿子 死也死个明白啊 对 我们也不求你去 说个什么好话 你就去好好问问夜哥 他到底想怎么样 这 这 这我怕是问 他也不肯说呀 不是 那你就不会旁敲侧击吗 谁让你直来直去地问了 不好了 大娘子 大娘子 容姐不见了 什么 他不是在我屋里吗 我也不清楚 长嬷嬷说他要给容姐梳头 找头什么功夫人就不见了 那 那快去园子里找呀 找过了 说是把园子都翻了一遍 都不见人影 紧办 大娘子 这 这可如何是好呀 走走走 我亲自去找 都是事 竟不让我省心哪 你 哎 你就这么走啦 这 就把我们晾在这儿呢是吧 不管我们了 来人哪 都走了 你想得美 就算是要到天黑了吧 他们坐两三个时辰 不去了 自然就走了 大娘子这招真是绝闹 管他天大的事 丢了孩子自然是要找 管了他们 也是人之常情 别人说不了你是他 为了做得逼真 为了做得逼真 我还真的和和园去跑了一圈 绕到回的书房 累死我了 我呀 原先还以为 你弄不过那几个母夜场 现在看来 我多操心 大娘子完全可以出师咯 说得也是 原先在娘娘 我只会装傻 自从嫁了一份 我还学会了耍无碍 真是劲就得适啊 真是劲就得适啊 我觉得当时你在夸奖我的 不过你可得小心啊 顾家这几个人 可不是省油的灯 这回你甩了他们 下回变本加厉地 过来对付你 给你闹个天翻地覆 你怕他们闹吗 我当然不妨 不怕我也不怕